清滑材料器教授吴志明 研发出一种新型复合压电材料 将石英复合压电材料的粉末倒入粉色污水 再放入超音波震动的仪器中 不出十分钟水就变得透明清澈 利用一般认为已经无用武之地的稻壳来进化工业废水 还用有一股做成一按就可以杀菌的透明薄膜 小时候我住在彰化性方圆乡 我跟我的父亲种稻种花生 有一天我就想到稻壳能不能有特殊的用途 我们成功地透过化学合成方法 把稻壳转换成石英压电复合材料 吴志明将稻壳制成石英粉 再加入特殊秘方硫跟木 制成石英复合压电材料 这项研发创新成果也登上了知名国际期刊 同时也已经申请到了台湾与美国的专利 除此之外 吴志明还研发出一种按压即可杀菌的透明薄膜 在实验中将透明薄膜放进机器里 按压25分钟后休息5分钟 这样的动作连续5次后 每平方公分透明薄膜中的大肠感菌密度下降了76% 我们将生活中的鱿鱼摧取出的鱿鱼骨 从中摧取出甲壳素 制成甲壳素有机复合薄膜 将薄膜贴于手机萤幕上 透过按压的方式可以达到抗菌及除菌的功能 我们未来也会将用于许多的接触面板中 并且我们的团队也将于近期发表于国际期刊 秘书书采访报道